Hello, 大家好, 我是米奇, 歡迎來到福壽院學院 今天又和大家聊聊天 聊聊天之前, 記得按下 Like 鍵 按下 Subscribe 鍵 喜歡的留言 因為 YouTube 的演算法 經常都變 現在必須有互動的影片 才會讓更多人看到 如果你沒有的話, 可能你訂閱了 他們也未必看到 所以, 麻煩大家幫忙 你看完, 其他人都會看得到 支持一下我小弟 多謝你 今天想和大家聊什麼呢 5月就來到 北京不過是5月 很多人就糾結了, 究竟是5月1日開始 剛巧5月1日又有長假期 還是過了長假期, 3日才開始呢 過了幾天, 8日, 5日, 6日 8日又說沒有親節 我很想這個月開始 但開始不了, 因為太煩了 這些問題我都見不少 我自己都不停地考慮 反覆思量, 究竟什麼時候開始做宿泊斷斷 好呢?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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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理會自己遲多久 這是後話 起碼你先開始了 開始了一天、三天、七天 接著就七天了 七天你就想了 七天減了這麼多 我再試七天會不會雙倍呢 原來又可能有一點進步 體重變化又去到另一個層次 你已經14天了 不經不覺 所有事情都是因為嘗試而有第一步 要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已經是很重要的 所以最重要是第一步 沒有第一步、沒有第二步 沒有第二步、沒有第三步 所以大家要問一下自己會上一條影片 為何要做酥化汁正式 而開始的原因是怎樣 因為每個人都不同的 譬如最近有些人很開心慶祝 過了一個星期我就開關了 可以見朋友了 我很期待用一個新的形象 去見一些新的朋友 或者見一些舊的朋友 因為大家都知道疫情這麼久了 現在放空很久了 都沒有見過朋友 現在是剛剛五月初完成的朋友仔 或者四月開始來到這裡 有一個去到中途 中段距離 也有一個不錯的變化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 你出去見朋友就很厲害了 因為你已經成功了 但如果你選擇這間你才開始 再去見朋友仔 有點難了 因為那些東西你都沒有吃那麼久了 日本東西 飲宴、飲宴、飲茶、吃了家裡的食物 吃了外賣吃了那麼久 都受不了 變成會相對難了 那你就說不回頭 人最屈肌的就是說不回頭 這只不過是 如果你在這一刻 你有現在的決定 你站在懸崖的位置 三叉口 開始不開始 什麼時候開始 今天、明天、後日 還是什麼時候 想清楚 想清楚 然後你就開始 這樣就可以了 沒有人阻礙你 我覺得有時候 就算你開始了也好 但又不用太緊張 因為中間的過程 有人覺得很辛苦 有人覺得很輕鬆 有人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辛苦 有人覺得比想像中那麼辛苦 這也是一個期望價值 那怎樣去擺這個心情呢 你就會說 真是完全不吃東西 大哥 你將他預期到會先死 真的會先死 都要準備打定狗狗 準備要準備入醫院的了 那你不入醫院那一刻 你就賺到 原來也不用入醫院的 也沒有住了低的 也沒有什麼 那你這樣去想的時候 你就每天都賺到了 但如果你是想著 沒事的 好像其他減肥的 吃了下去也沒有什麼特別影響 推機一樣推回來又吃 你不覺得有什麼難度 你低估了這件事 只要你要一絲頭痛 好辛苦啊 你就會覺得很慘 你會將那個 那個辛苦的無限放大 所以你先 如果你真的可以開始蘇海汁斷食 你想走得遠的 預了自己會先死 假設自己會先死 你不死就賺到 但是如果你先假設沒有東西的 不是幻覺而已 難看不到的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未了解得清楚就開始的朋友仔 只要你有一點點不舒服 你都受不了 因為你沒有想過這麼辛苦 但是 你又想一下 蘇海汁斷食六十八 聽到名字也辛苦了 為什麼這麼多人 最後選擇不開始 就是因為 不覺得自己熬得過 然後就會很羨慕那些熬得過的人 你真的厲害啊 你很厲害啊 但其實 又不是這麼厲害 你問那些過得到的朋友仔 十個有十個都說 其實都不是這麼辛苦 沒有想像中那麼難過 當然是會有辛苦的時刻 但是 慢慢堅持就能過得到 這樣 所以現在是 有兩批朋友仔在角力的 就是圓了的朋友 還未開始 想開始的朋友 中間的朋友 在中間的 就開始緊緊緊 受苦的朋友 這班的朋友仔我最關心的 因為 你勞力你踏出了 勇敢踏出了 開始的第一步 成功最重要的一步 OK 然後你怎樣去 可以堅持到尾 或者去走到 你盡量可以走到幾遠 盡量走到幾遠 然後拿到最大的紅利 我最痛心的 就是那些朋友 就是說他 他不肯改變 好想開始 但是又不肯開始 開始了又 繼續不到 這些是慘的 但他又很想開始 慢慢試 我覺得 只要你肯試 還不肯放棄 就OK 就一定有成功的時刻 有些朋友仔 甚至會跟我 喂 你現在跟我說 買機我可以介紹 賣機 即是怎樣 他就說 我買了一部機 不是跟我賣的 不是在我們想認識的地方 他自己買了一部機 然後就說 欸 不肯定不適合我 我想賣了它 那我就說 你去找Colosel 你去找 身分職友 那些鄰居 那你不用托 你這部炸汁機 要托來托去 也挺辛苦的 他說 是啊 我想你用了多久 你這部機 都要二手 你還想賣多少錢 我用過一次的炸汁機 不過 所有炸汁斷食 真的不適合我 所以我覺得 要放了它 這件事 只要他賣了那部機 就算他保持那部機 他不想繼續做Colosel 他也不會繼續試 那他決定賣了它 但是 我覺得 我不是說 可能Colosel 真的不適合他 但是 他只是用過一次 一次 一次 即是炸過一次 他就覺得Colosel 不適合他 那 這麼快 就知道不適合自己 用一次而已 你可以看到什麼效 有沒有什麼問題出現 甚至乎 那個落差 我是不明白 你弄洞 只是斷食一餐 給你斷食一天 你已經受不了 然後 你就說 自己的身體 就不適合這件事 將它推到很大的層面 就令到自己 有個出口 可以離開 酸化汁斷食 然後就賣了一部機 不用 沒有眼屎乾淨 我就說 你有部機 你炸一些 新宅果汁 給家人喝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用說要脫手 那麼緊要 對不對 因為這些果汁是好喝的 然後他就沒有了貨 因為我幫不到他賣機 我不是來賣機 大家找錯我了 我幫不到 有時候 什麼都可以幫到你 沒有辦法 理念不同 所以那個學習 就是 頭幾天開始 是辛苦的 但是 有時候 有些很厲害的事情 又不會在頭幾天發生 你剛剛才不吃東西 一兩天 有什麼會發生 你自己的身體 都還在找著節奏 還在調節 不會有些厲害的事情發生 不用擔心 你不吃一頓飯 就會躲下 不會的 這個世界 你不要太過高鼓縮 一段吃 但是你也不要太過低鼓自己的身體 自己是熬到的 但是有些人就會覺得 少少不舒服 哎呀好痛啊 好痛啊 變不咬 一顆東西 很完美的 這個生活 這些朋友仔 千萬不要試了 因為 中間的過程 你未必能承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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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你們要開始找我 和我聊 我都要先了解你們 我都要先了解你們 你現在的什麼模樣 你之後 是男是女幾歲 這些基本的事情 你現在是多少磅 你都說 你一百磅 和你一百公斤 我會用完全不同的語言 去和你聊天 最近有些朋友仔 就開始了 我就覺得 我要很努力去 去鼓勵這些朋友仔 因為我都希望 看到他們成功的 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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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開了一個平台 就有很多人走過來 但是 我在大家身上 都學習了很多 那 但是有時候 那些人就是不聽別人說的 自己相信那套信念很強 那我覺得不是我信念都很強的 那我才能完成 那你要把你強的信念 放在一些適當的地方 就是堅持的地方 那你就要令自己強一點 那 那你要去 推走一件事 那你的信念這麼強的時候 那他都不會再回來 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知道 信念強 那個強 你放在什麼位置 什麼時候你要強 什麼時候你要弱 那你要知道自己 究竟你想怎樣 所以這些 小小的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 幫助到剛剛開始 或者在懸崖邊 那裡 死了 開不開刺耗呢 開不開刺耗呢 那這樣的朋友仔 好嗎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 大家聊聊天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Keep Juicing Bye Bye